美国首席贸易谈判代表戴琪 10月4日公布拜登政府对中国的贸易策略 并称他打算在未来几天寻求与中国副总理刘鹤会谈 就落实双方2020年签署的贸易协议进行坦诚对话 戴琪强调华府将保留所有工具 并根据需要开发新工具 以推动中国停止向半导体、钢铁和其他行业 提供数十亿美元的国家补贴 拜登总统已明确表示 美国的全球竞争力和创造共享繁荣的关键 始于美国国内 必须进行明智的国内投资 加强自己的制造基础 并激励本国公司在供应链上下游购买美国产品 此外 拜登政府还将启动有针对性的关税豁免程序 以免除特朗普政府此前 每年对价值37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的关税 另一位美国官员表示 在此过程中 关税将维持不变 10月4日 两位美国科学家 因在人体感知温度和触觉方面的发现 而获得诺贝尔医学奖 这些发现可能会带来治疗疼痛 甚至心脏病的新方法 诺贝尔委员会表示 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大卫朱利叶斯 使用辣椒中的活性成分辣椒素 来帮助确定对热做出反应的神经传感器 加州拉霍亚Scripps研究所的阿登帕塔普提安 在细胞中发现了对器械刺激 有反应的压力敏感传感器 这对人类的生存至关重要 他们的发现揭示了大自然的一个重大谜团 如何感知环境 据悉 诺贝尔物理学奖和化学奖 将于10月5日和6日公布得主 文学奖及和平奖分别于7日和8日揭晓 经济学奖则会在11日宣布 在刚刚过去的周末 南加州亨廷顿海滩海岸发生大规模石油泄漏 导致大量鱼类死亡 鸟类生存的湿地受到污染 亨廷顿海滩市市长金卡尔 在10月3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说 自10月2日早上首次报告以来 预计有12.6万加仑原油已扩散到海洋中 覆盖了太平洋约13平方英里的海域 并称这次泄漏是一次环境灾难和潜在的生态灾难 当天美国海岸警卫队带领联邦州和市各级政府 对受污染海域进行清理 并宣布对石油泄漏事件展开全面调查 同时海滩可能会关闭数周甚至数月 10月4日美国互联网社交巨头Facebook脸书公司的主要社交服务 在包括美国英国在内的多个国家发生了中断故障 故障殃及Facebook旗下的四大社交产品 包括Facebook平台 移动聊天服务Messenger和WhatsApp 以及图片社交服务Instagram 中断的原因尚不清楚 然而多位安全专家指出 域名系统问题可能是罪魁祸首 受此影响 Facebook和公司股价在周一下跌约5.5% 接近一年以来最大单日跌幅 即在日本临时国会众议院首相指名选举中获得过半票数后 自民党新总裁岸田文雄 10月4日在参议院首相指名选举中得票数也过半 当选日本第100任首相 随后他设立组阁本部进行内阁人事变动 新内阁成员共21人 岸田文雄担任首相 另有20名内阁大臣 包括内阁官房长官松野博一 总务大臣金子公之等人 据悉内阁中有13人为初次入阁 限制影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